作曲 李宗盛 以为这样受苦 就能给你幸福 所以义无反顾 作飞蛾像活步 我怎能忍输 还失去温度 我中了你的毒 才能都要看得住 心等了全部 你不满足 始终无度 我中了你的毒 彩痛都要等得住 心斑了去 没有归途 空无异物 没有归途 空无异物 才能都要看得住 心等了全部 你不满足 始终无度 我不让自己哭 彩痛都要看得住 心斑了去 没有归途 空无异物 该如何教书 你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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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们两个 亲下 亲下没事 别怕啊 你们糟蹋这么多花 知不知道我们家老爷 多珍惜这花啊 他要是知道了 非把我拧走不可 大爷 您别生气啊 这摘花是我们的不对 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不行 这事我得找你 我老爷出礼下 大爷 大爷您别邋遢呀 这花多少钱 我都赔给你 你别邋遢 没的事了 你们跟我走 头儿对雪儿姑娘真好 担心雪儿和青霞 在郊外出事 还特意 让我先跑过来看一看 就在这附近吧 大爷你先放开他吧 没事 青霞 你别拽他 你给我走 青霞 青霞 你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讹我呀 青霞 我可没碰他呀 青霞 他自个儿晕倒的这是 怎么了 青霞 快醒醒啊 青霞 雪儿姑娘 没事吧 怎么了吗 青霞 雪儿姑娘 这是怎么回事 青霞姑娘怎么晕倒了 非空 幸亏你来了 我带他去医院 青霞不喜欢待在医院里 还是送他回五府吧 然后快让柔妈去请大夫 给他看病 雪儿姑娘 那你呢 我没事的 别担心我了 你们快回去吧 好 大爷 我会为我的过失负责的 您带我去见这儿的主人吧 我来给你作证 这花是我摘的 不是您的失职 所有的赔偿 我都会承担的 这是新晋的魔果 雪儿一定喜欢 如一告诉我 说雪儿带着青霞来看花 说的地址就是这地方 应该就是这附近 姑娘 我不是故意为难你们 你看我这一把年纪 找分拆是不容易 雪儿 青霞呢 还有飞鸿 飞鸿怎么没来找你们 这位是 你 天香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 我本来想带青霞 出来好好玩一玩 没想到 青霞他摘了这位大爷的画 大爷他怕主人责怪 要我们去给他作证 青霞因为害怕晕倒了 青霞晕倒了 他人呢 还好飞鸿来了 他把青霞带回去了 那你呢 你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我只是想快点回五府看看青霞 可是 现在又要给这位大爷作证 算了 你还是赶紧带这位姑娘去看他朋友吧 花的事 我自个儿处理 对了大爷 弄坏您的花是我们不对 这是我们五府最上乘的蘑菇 您拿回去尝尝 这多不好意思啊 不要紧 就当给您的赔偿 好 那我就收下了 好了 没事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回五府看看青霞吧 走 你们是怎么保护青霞的 我把女儿好好地交给你们 怎么就晕过去了 青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们 李秘书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还叫变 你最好乞讨青霞她没事 李叔叔 这件事情跟雪儿根本无关 您不能这样说 再说了 大夫也说了青霞没事了 武天霞 你好大的胆子 青霞都已经病成这样了 你还袒护这个女人 天霞 青霞小姐醒了 女儿 走 我的宝贝女儿啊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爹 我没事 青霞 你刚才叫我什么 叫你爹啊 叫你爹啊 难道你不是我爹吗 没有没有 我是你爹 青霞 你能叫我爹了 真是太好了 你不要欺负他们 好好好 好好好 爹不欺负他们 清霞 要不要跟爹回去住啊 不要 我喜欢这个地方 就要在这儿住 好好好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刚才是我鲁莽了 那清霞 就麻烦你们照顾了 没关系的 只要清霞姐没事就好 要不你们先出去一会儿 我想再北北清霞 好 好 女儿啊 来 躺下 你现在身子还很虚呀 你就好好躺一会儿 少爷 我找到宝珠的下落了 好 准备一下 我们要尽量赶在上官药阳之前 找到宝珠 是 李叔叔 清霞他睡了吗 已经睡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清霞睡得那么香了 我这当爹的也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地看着清霞睡觉了 刚才我的态度有点急 还希望你们不要见怪 没事 我们理解的 对了 清霞身体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 清霞应该就会恢复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让清霞保持这种心态 也请您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清霞 好好好 还有啊 你们五十山珍殿落到这个地步 说实在的 我也是有责任的 不过现在好了 你们放心 我会补偿你们的 我已经给你们找了一个客户 明天就会前来跟你们谈生意 我相信五十山珍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谢谢您 太好了 谢谢您 李伯伯 站住 这个手帕是你的吧 不是 我知道你为了父母的安危 你现在是独居 你不希望我现在就给你铐上手铐 把你带回警局吧 该死的还是稳了一步 让上官耀阳先找到了宝珠 大少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看看再说 你先去偷听一下 看他们说了什么 是 您看合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都没问题 那好 那今后一年的蘑菇 就由我们红三掌柜提供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好 红三掌柜山之内的火壶丧心悲慌啊 我爹吃完以后口头开过 有没有麻烦呀 他的火壶有毒啊 爹 你醒一醒啊爹 行了 你怎么不说话 你别看 爹 爹 你先站起来再说 起来再说 起来再说 好啊 大哥大姐们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啊 他们山珍店 就是专门卖毒蘑菇 你们以后千万不要买他们家的东西 下人你看这只不太想办 谢谢 爹 你被他们害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陷害 可是李秘书和商贵那边都没事了 还能有谁会陷害我们的 卖毒蘑菇 把我爹害成这样 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吴府发生命案 任何人都有嫌疑 你竟然在这个时候离开吴府 你就是杀害红衣的凶手 不是我 不是我 是 是大少爷杀的红衣 你说什么 是你亲眼所见吗 是 是我亲眼看见的 是大少爷杀的红衣 难怪你又逃跑了 吴天章 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山长 可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敢把羊母给杀了 还有什么 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我 大少爷 不好了 怎么了 你听到什么了 宝珠说 亲眼看见你杀了红衣 什么 果然如此 怪不得宝珠要急着离开吴府 你还听到了什么 没有了 听到这里我就赶紧回来了 大少爷 如果山官耀阳真的带宝珠回去的话 那你可就危险了 人死了 就没什么危险了 一会儿找机会你引开山官耀阳 我去上了宝珠 是 你好好配合 说清楚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秘密 我 我记得 有一次 在吴府的祠堂 我看到 我看到 看到什么 快说 看到祠堂里 有很多牌位 我就 祠堂里不摆放牌位摆放什么 你在耍我吗 不 只是 那些牌位上 都写着杀姓 不是五姓 你说吴府祠堂的牌位上写的都是杀子 你亲眼所见 是我亲眼所见的 杀 难道 还知道什么 不许隐瞒一个字 我 我 我还记得 有一次 红衣叫吴老爷杀 杀 杀什么说 到底是杀什么 快说 杀 对对 是亮 杀亮 红衣叫吴老爷杀亮 杀亮 果真如此 是 看样子 我先前判断的是没错的 为了保险起见 等我回去后 我再去护极客查一下 如果最终确定武家就是杀家 那我就找机会 立刻把雪儿 从那个仇人窝里拉出来 我 你是证人 怎么能随便乱跑 我 我 我 天香 这案子如果再查不清 洪三掌柜的山珍殿 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雪儿 你放心 我会查清楚 天香 你上次还进了大牢 就是他 他害死了我爹 就是他 来 砸他们 摆死我果 砸死他们 我打死他 害死了我爹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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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上官先生 你是好人 你只要不逃跑 好好地做证人 就真的能证明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好 谁 别跑 大少爷 大少爷 大 没想到弘仪的事情 居然被你发现了 你还想去作证 是吗 大少爷 我是被迫的 我没办法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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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别杀我 我求求你了 别杀我 大少爷 我不杀你 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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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站住 干什么 天翔 他们来抓你了 没事 天翔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天翔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传职 复职 复职 是李秘书 立保的你 他相信你 还特意嘱咐 让你彻查 洪三掌柜山珍殿 被下毒一事 天翔 太好了 那我真得谢谢李秘书了 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查清楚 还洪三掌柜一个清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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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掉狐狸山之计 保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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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的 我们洪三掌柜的蘑菇 进货渠道正规 中间环节更是严格把关 如果不是有人存心捣鬼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老婆 快来尝一碗我亲手烹制的 爱心满满的 虾蟹鸿菇沙锅粥 小心烫啊 哦 好 老婆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 我们出去补办个婚礼啊 现在家里的事这么多 而且 我也没有这个心情去补办婚礼 哎呀 话是这么说 但是啊 我最近发现 这想干什么事啊 必须马上去干 哎呀这个时代啊 变化太快了 不由咱们做主 要是真的指望什么花好月圆啊 万事俱备啊 红年马月了 可是 现在山珍殿的案子还没有解决 我们的红姑明明没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是出问题出错 我怀疑啊 这件事情还真的有人捣鬼 我也这么觉得 不管是谁 一定不能让他得逞 山珍殿 不只是一份事业 也关乎吴府的声誉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以示清白 哎呦 看我的老婆这么辛苦 来 我亲自伺候你喝粥 吴氏献殷勤 我这叫爱妻莫若夫 很快 来 一大口 一大口 嗯 你也喝啊 乖 一大口 给你喝的 快 再来一大口 小心烫啊 嗯 你还要死 这一大口 他怎么还不吃死人 那他怎么还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证明 洪三掌柜的山珍殿里面 我们的蘑菇并没有毒 为洪三掌柜的招牌 陈渊得学 没错 这些蘑菇里面 根本就没有能吃死人的毒蘑菇 各位朋友 街坊四邻 今天我上官雪儿在此 要替大家证明 我们洪三掌柜山珍殿的蘑菇 并没有毒 接下来 我会在这些筐里 随意拿出五个蘑菇 然后丢到这沸水里面煮 并且在大家面前 把这些蘑菇都吃掉 吃掉 这蘑菇有毒 等吃掉之后 这些蘑菇有没有毒 马上就能知道了 天翔哥 来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天翔哥回来了 太好了 天翔哥回来了 大家欢迎天翔回来 太好了 恭喜啊 太好了 散了吧 散了吧 天翔 你可算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这回咱们三剑客 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好事成双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两个 过几天啊 我想跟雪儿 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所以你们两个 准备准备红包 不都结过婚了吗 就不要再这么 劳民伤财了吧 对啊 最近的事啊 太多了 所以得办个喜事 冲冲晦气不是 再说了 这件事情啊 我一直亏欠雪儿 看来咱们两个这红包啊 是掏定了 一个红包至于吗 对了 说正事 你们两个跟我去查一下 红三掌柜 读蘑菇的案子 但是记住啊 这回查案一定得仔细 认真一点 这种事 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必须要慎重 明白了吗 是 武大人 武大人 行了 别闹了 走吧 是 给我 我们的蘑菇有没有毒 马上就见分晓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的蘑菇并没有毒 说我们蘑菇有毒的 根本是子虚乌有 都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 所以啊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放心地 购买我们的蘑菇 我们也会继续一如既往 保质保量地提供 最好的蘑菇给大家 看来啊 这传媒是假的 红三掌柜店的蘑菇 真的没有多 上海人 谁不知道红三掌柜的蘑菇 是全上海最好的蘑菇 是啊 肯定是有人嫉妒 故意陷害 这也没发现什么呀 是啊 你们看看柜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可疑物品 是 上官警官 您发现被害人身体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凶手很狡猾 声动气息 等我赶回来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好 明白 嗯 宝珠的事 我不能全盘托出 他说的武家排位上 都是杀性的人 可是他们家明明姓武 难道他们隐姓没名 武天祥的爹 就是杀料 看来我有必要要调查一下武家的祖籍了 大家都来尝一下吧 大家都来尝一下吧 我们的蘑菇没有毒 而且还十分美味 来来来 你们来 大家尝一下 先别喝了 先别喝了 雪儿 让一下 来 让一让 让一让 雪儿 有毒 他们家蘑菇有毒 他们家蘑菇有毒 雪儿 雪儿 以后可不敢再买他们家的毒 冤家飞红 对 你们在现场调查一下 我送雪儿去医院 好 大家让一下 大家散了吧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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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查清楚 大家不要乱说 警察谈 散了吧 散了吧 他家的蘑菇再也不能吃了 走吧 走吧 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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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事情办妥了 上官雪儿这会儿啊 可能已经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还有 现在全上海的人都相信 红三掌柜蘑菇店卖的蘑菇 那是能吃死人的蘑菇 是吗 那就太好了 你终于办成了一件靠谱的事情 上官雪儿 死亡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 我看你们兄妹还怎么跟我作对 到时候 我从爹那里把天下的烂摊子都接手过来 然后再去找那批宝藏 对了 这段时间你千万要小心 不能被查出 是你下的毒 少爷放心 我下的毒是无色无味的 就算是上官雪儿的狗鼻子 你也绝对闻不出来 他们是查不出来的 那就好 医生 医生 快 快 快救救他 他中毒了 快想救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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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men 你 那 corpor网 山珍殿的蘑菇没有毒 当这街坊寺里那面吃了蘑菇之后 中毒送去医院了 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什么 爹 而且我们红三长官 卖的毒死人蘑菇的事件 已经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估计我们的爹 以后很难起此回生了 爹 你要去哪儿 去看雪儿啊 这个老头子 点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还想着天翔他们 看来只要有天翔在这个家里 就不会有我的立宗之地 就不会有我的立宗之地 陈哥 刚刚收到一封 你父亲从美国寄来的电报 我爹 他不是人在美国养病吗 出什么事了 医生说大帅病危了 准备做手术 但是危险性极高 全火 去帮我准备机票 我今天就走 诚哥 我收到电报之后 就为您准备了 今天中午的飞机 爹 您一定要等着我 孩儿马上会去看您 去帮我背车 陈哥 愣着干什么 去帮我背车啊 有件事 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情赶紧说啊 我着急走呢 刚刚取电报的时候 在街上听人说 雪儿姑娘为了证明 蘑菇店里的蘑菇没有毒 当着街坊四邻的面 吃了蘑菇中毒了 被送进医院 现在不知道是死是火 你说什么 爹现在病危 我有可能见不到了 雪儿那边又不知道是死是火 我该如何决断 全火 你去医院帮我看看 雪儿什么情况 还有 一定要帮我查出来 是谁在蘑菇里下的毒 我要知道是谁这么不知死活 另外 我不在的这段旗舰里 上海这边的事情 就交给你来做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咱们电报联系 是 我马上去准备撤 等等 你听着 听明白了吗 是 去吧 去吧 雪儿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有事的 大夫怎么样 胃里的毒素已经清理干净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现在昏迷不醒 我们得等他醒来之后 才知道具体的情况 我能见他吗 你先进去看看吧 好 谢谢 难道是我想错了 武夷不是傻量 可是为什么武夷祠堂里的牌位上都是杀性的人 这件事 我一定要查清楚 真没想到 这不是上官队长吗 对了 咱们户籍资料可以随意让别人修改吗 当然不会 不过上官队长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雪儿姑娘中了毒 武专员送雪儿姑娘去医院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 雪儿怎么会中毒呢 好像是为了证明 红三掌柜山珍店里的蘑菇没有毒 当着大强的面 吃了有毒的蘑菇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行了 赶快查案吧 冬天府 他怎么样了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所以醒来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放心吧 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您不要太担心了 虎哥 宋先生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啊 这是你该问的吗 是 你们两个 去给我查一下 是谁给红三掌柜山珍店里的蘑菇下的毒 可是虎哥 现在上海 不是宋大帅一个人说的算了 我们又不是警察 我们没权利去查啊 你是警察吗 不是 那你要什么权利 背地里去查 明白 有什么线索 马上回来报告 先不要打草惊蛇 是 无可 去吧 雪儿 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 我怎么了 怎么会在医院了呀 雪儿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头有点昏 晕晕的 好 怎么了 天香 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啊 你能闻到气味吗 病房的药味很重是吗 没有啊 什么味道都没有啊 你先别着急 我去叫医生过来 好 大夫 大夫 你快看看 怎么了 好 现在能闻到味道吗 病房里的药味 闻不到 什么味道都没有 先别带气 你尝尝有没有味道 没有 什么味道都没有 医生 我到底怎么了 雪儿 别着急 冷静点 你中毒了 毒素被身体吸收 好 好 神经受到了损伤 暂时失去了嗅觉和味觉 那怎么办 能不能治好 这个很难说 有可能是短暂的 但是也不能排除 永久失去感知的可能 没有什么药能治吗 没有 但是你一定要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 内心不能压抑 这样的话 恢复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你可以吃一些排毒的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把毒素排出来之后 有可能会恢复感知 也就是说 即使毒素排干净了 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 是啊 如果毒素对身体的伤害太大 就是毒素排出来了 也不一定能恢复 好好照顾她吧 好好照顾她吧 雪儿 没事的 会好的 怎么办 如果没有了嗅觉 别哭 我该怎么找到自己失散的女儿 我妹妹是不是有可能 再也不能恢复味觉和嗅觉了 是 是 你一定要治好的 否则我已经崩了你 这 哥 你做什么 又是你这个混蛋 你知不知道 几年前雪儿因为你差点死掉 现在又为了你变成这个样子 上官耀养 雪儿她中毒我比你还伤心 但现在重要的 是先把雪儿都病治好 这些鬼话还是留着说给阎王婷吧 雪儿 你没事吧 来 有没有摔在哪儿啊 哥 这是不怪天降 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有没有摔伤哪儿啊 我没事 你嘴角都流血了 去找医生拿点药 别管我 我没事 哥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怪天降了 这真的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执迷不悟吧 哥 雪儿 你没事吧 往那儿跑 你 站住 别跑 快点 非公兄弟 走了啊 好 快点啊 你这个人哪 我说你上班怎么从来没有这么积极过 你下班倒挺积极的 什么下班积极啊 我是要去医院看看天翔和嫂子 你要不要一块去啊 不用了 我白天刚去过 这次就不去了 啊 你们跟五天降的关系挺好的啊 那是当然 我们是三剑客啊 旗鼓相当 志同道合 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 就没有办过成的事 你在上海 吹吧 谁不认识我们三个 看你能吹到什么时 虽然呢 我们跟天翔只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 哎 你怎么走了你 等等我呀 天翔有什么好 雪儿都这样了 心里还放不下五天翔 难道真的看着雪儿嫁给五天翔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五姨真的就是杀梁 那雪儿岂不是嫁给了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宋诚这个钉子不拔 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 我把下毒那个人给灭口了 今天宋诚的手下来抓我 还好我激励 没被宋诚王八蛋那个手下给我抓住 废物 能不能长点心 怎么每次半身都被人发现 侧鸣 慈喏 没关系 tres 这我也想这样 一个我都要去 要理性 你 就看电话 你 如果有人比你 就不用怕分离 至少还有一个来回忆 我也很感激 你曾演的戏 就连分手也那么用心 如果有人比你 想也会容易 不再一起 不代表忘记 只怕 有人比起 一天的那首歌曲 我数次唱走了你 依然不值得坚定 凭个字 能打斗你 如果有人比你 就不用怕分离 至少还有一个来回忆 我也很感激 你曾演的戏 就连分手也那么用心 如果有人比你 想也会容易 不再一起 不代表忘记 只怕 有人提起 好爱 你 我 我要 词 我 想 tte